麵條放在鐵板上淋上醬汁 滋滋作響看起來美味可口 這道台灣平民美食 在網路上引發討論 有民眾在網路上發文 高級鐵板麵120元 只有富二代吃得起 仔細一看這價位沒有荷包蛋 只有麵加醬 底下網友也喊太扯了 那個圖片沒有蛋 是因為我們加麵可以不用錢 就是可以一直加 吃完可以一直加麵 這家就位在台南連鎖牛排分店 鐵板麵確實賣120元 但店家還提供飲料 各式口味的冰淇淋爆米花 濃湯等自助吧 他還可以加麵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120都不會 可以吃到吧 可以啦 吃價位可以 另外再看其他房間 平價鐵板牛排 但配上肉排再淋上醬汁 還有配菜這樣60元 但沒有其他自助飲料跟甜品 我們覺得生活可以過就好了 現在物價真的 漲個兩三層的大購盛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價錢是合理 兩家都是鐵板麵 只是120元的鐵板麵 店家才自助飲 不只吃麵 還有很多東西讓你免費取用 另一家有肉有蛋有菜 價差60元 就看消費者自己衡量 三立新聞王少宇成員 台南報導